是多少钱呢 别个车大家都明白 别个车不回律不行 就开了一年多 但现在二手这么一个价 这还是不止呢 因为别克呢 新车卖的还是蛮贵的 君悦这个车 落地第25了 还是一个625T的 真正的290T 不是这个1.5T的发动机 咱们现在呢 去到市场来看一看 这一个价格实际是不止的 或许啊 这个车应该能比新车便宜出不少钱 大家说是吧 咱现在呢 就以实际来证明一下 二手开一年多一个别克 我们的收车价格是多少钱吧 本期呢就给大家带来 这辆别克的君悦了 你看一看这辆车 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是一个白色的 白色的呢 它确实二手不好卖 我们收价格呢 也稍微低 来看这个发动机 2.0T的这么一个发动机 别克里面 马力呢 非常大的这么一款发动机了 最大马力237匹 变速箱呢 还是一个91T的一个变速箱 那你说这个车 实际开采操控性怎么样呢 就这么给大家说吧 就和开船一个样子 你实在是感觉不出 这辆车有多少的一个操控感 你从网上看呢 去网上查查 你会发现有大量的那种美文 说别克君悦这辆车 动机多么好 开采多么的棒 实际体验呢 确实动力很好 但你说操控感 有多么好的话 反正我是真没感觉出来 这个车配置呢 652T豪华型 制造价呢 269,800 当年落地也是个 289万一个车了 君悦这辆车 优惠率率还小 现在呢 在这个商务市场里面 占主导地位的一些车型 比大众卖身还贵一些的 就这个君悦了 他现在比较年轻化 比较运动化 很符合大众消费人群的 一个胃口 但是二手车的话呢 我们收车价格 照样不会特别的高 而且这个车配置呢 很高 像自动投灯啊 转向辅助灯啊 大灯延时关闭 都是有的 车长呢 是5米02 车宽呢 是1米86 车高呢 是1米45 这个车 整个一个尺寸呢 放在投压位里面 他完全是要碾压 别的那些品牌车型啊 你包括加州龙 他要比他要大一些 这个车的话 已经是接近于 宝马5系的一个尺寸了 尺寸是非常的大的 给大家说一说 今天收这个车呢 整个车况呢 还不错 就是一个原本 一个车 前杠喷过漆了 前杠呢 这个塑料件 大家就是买了漆摩仪 去市场上去验 你也验不出个啥类 前杠是塑料的 很多那些车商 是原本原器 大家仔细可以看一看 前面这颗塑料板 大部分的时候呢 试寡蹭一下的 就去喷漆了 他不可能带着商 要你来买 否则的话 你会刹价刹得很低 咱来看看这车内饰 一拉开车门 首先就是整个一个 配色了 黄色 搭配上这么一个黑色 真的设计的 还是非常好看的 四个螺丝接风处 我们收车的时候 都经过了检查 他没有任何的问题 包括车主任 他也说 实在没有办法才卖车 当时买的时候呢 没有想到啊 现在生意这么难做 当时再加上销售呢 对他也挺不错的 一排鸡盒 立马把这辆车 给定了他 你买车时候呢 你不要着急 你这么着急买个车 你将来苦的还是自己 现在卖车的话呢 行情也不是特别的好 大家说是吧 看看第二排 因为这个车轴距呢 已经是有2米9了 第二排空间呢 也是很大的 你实际坐进去呢 排个二郎腿 他不成问题 别个车 最好的地方是在于哪 坐以舒适 加上这个车型的话 整个一个空间这么大呢 要是个老板的话呢 坐后面呢 真的是舒服 而且后边呢 还带着这么一个翻包皮 没有任何的磨碎啊 小伙子 人生当中第一个车 也保养的特别的仔细 奈何他一卖呢 价格真的是出不上 这个车型 那这个车有啥毛病了吗 其实像这个车的话呢 我还是推荐大家啊 有相同的价钱呢 去看一看一些新车哈 它最大的缺点呢 就是油耗比较高 市值开12个油哈 基本上是打不住了 改功率油耗 8毛钱左右哈 8毛到9毛之间 最后呢 就是它的一个价格了 老板你们感觉 是不是价格是多少呢 马上为大家来揭晓 新车制造价呢 269800这个车 这个车再给大家也看完了 路线价格28万多 优惠很少这个车 现在呢我们出价格是多少钱 19万9哈 最后20万呢 车主呢都没有保留到哈 这个车我们刚开始出价呢 是19万5 19万9呢 这个车主出一个最顶的价了 卖呢是卖一个20万8啊 不到21这么一个价格上 利润呢就在一个7八千块钱了 准型车挣的钱 挣的是很少的 因为你太便宜了 车主他不卖 大家说是吧 太贵了呢 新车一问的价格 差不多多少钱 二手车那些买的人呢 也不会要 所以说这种准型车呢 很难收 实话来呢 其实寿命周期呢 挺短的哈 只要你收价格合适哈 大家感觉怎么样子 制造价呢26元多 开一年 二手卖个21左右 值吗 赔了将近7万块钱了 喜欢这视频 做的